伴侶评委关以后的重年心得可能会有很多剧痛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如果想先了解电影背景的无雷介绍可有上面的连结进入 我的名字是Alice 我逃跑 我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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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是以一个总回顾的方式来作为开始 有爱丽丝简单的口述 一切都是从10年前由拉昆市病毒爆发的事件开始说起 接着镜头拉回华盛顿特区 爱丽丝从废墟堆中爬起 面对已经被吹尾的城市以及残余的怪物 这部分是承接第5集结尾的故事 在第5集的最后 威斯卡向爱丽丝提议合作要一起对付红皇后 但是后来证明还是一场骗局陷阱 让爱丽丝的恢复超能力其实也是个幌子 而且爱丽丝的团队也几乎是惨遭殲灭 在这次的电影里一开始提到了 张姆斯马库斯是保护赏的创办人之一 这个角色在游戏里面原本就是设定为创办人之一没有错 但是电影里之前似乎是没有出现过 而在最终章用了这个角色来说明研发事件的用意初衷 马库斯研发T病毒原本是要治疗她女儿艾丽丝亚并造福全人类的 但是病毒的副作用却是会引发其他的病变 马库斯执意要关闭整个计划 但是当时邪恶的合伙人艾萨克博士却是杀了灭口 并展开一系列恐怖灭绝的进化行动 艾萨克利用了马库斯女的形象建立了人工智慧红王后并用以操控捍卫整个保护赏公司 而且虽然保护赏公司已经研发出病毒的抗体 但是却放任病毒的扩散用来消灭所有的人类 以达到进化世界的目的 实在是相当的可恶 这一集的故事里面是说 王后本身是有善意的理念 但是是被设计成不可伤害保护赏公司 所以只能任由邪恶的保护赏高层破坏世界 为拯救即将被灭绝的人类 王后偷偷联系了艾丽丝 希望借由艾丽丝来破坏保护赏的计划 所以在华盛顿仅存下来的艾丽丝 就此展开她最后的使命 前进纳枯式拯救人类 这集的主要目标就是潜入保护赏的总部 抢到病毒的抗体并用来拯救世界 所以说这里去除了其他故事的支线 之前的老朋友在这部电影里面 大部分是以被灭绝或是被保护赏处使来交代 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系列电影里面 配角的功能本来就是拿来牺牲 并增加电影的刺激感用的 所以即使像路比罗斯饰演一个看起来蛮有个性的角色 但还是像其他配角一样被牺牲掉了 艾丽丝所饰演的克莱尔是硕果仅存的战友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从第三集大灭绝开始 克莱尔是每一集都会出现的 而在这部电影里面 也是艾丽丝一直撑到最后的好朋友 这部电影说是节奏明快 而且每一段都相当的紧张刺激 可以说是绝无能场 里面集结的系列电影里面 各种经典的元素与桥段 包括认识了怪物与上司群的攻击 用复制人来复活的梗 在雷射切割通道的打斗 具有超能力的坏人等等 所有的动作画面都安排得相当紧凑 也都相当的具有代表性 尤其是双方在大楼刚下对峙的那一段 大批丧失蜂拥而至的压迫感 双方都在一起整栋大楼的大火燃烧的攻击 是电影中间一个相当精彩的高潮 最终章最后的两大死敌 伊恩·葛伦所饰演的艾萨克博士 以及萧恩·罗伯兹所饰演的威斯卡 先来说说威斯卡 虽然里面看起来很酷好像很厉害 而且在第五集天前日也已经达到超能力的境界 但是这次却像是来看家的挂脸方式有点草率 功能像是只是来帮大老板艾萨克开门铺红地毯式的 反而这次艾萨克则是很忙很有戏 不但是有两支负责外场跟内场来增加戏份之外 精彩的打斗戏都是由他所负责 拥有超能力还会自动修复 是相当难以应付的大boss 但就是会在复制人太抢戏了 最后竟然以内讧来收场 如果以单一的电影故事而言 最终上这个故事结构还算完整 继承了前面的故事的概要 在这里也做了还不错的完结 有刺激的剧情 精彩的打斗 有说明保护伞 红皇后的由来 本著艾丽西亚马库斯的先生 也解释了艾丽丝的负责人的身份 并在最后艾丽丝抱持牺牲小五的决心 释放了病毒的抗体来拯救整个世界 看起来这算是还不错的结局 但是呢 如果以整个系列六部电影来看 虽然大叫扣 轴线是有个了结 但是小细节并没有交代清楚 或者说有一点小潦草 像是卫斯卡的下场 明明已经是这么强的角色 却 或像是红皇后 每次都以不同的形象出现 这里也没有多加解释 说实上倒是比较像是为了完结这个系列 所架构出来一个精彩的故事来交代的感觉 总而言之 如果大家是看热闹的 这部电影还算是相当的不错看 所谓的最终章也算是带来一个不算是十分完美的美好的结局 不过令人好奇的是 最后一幕 爱丽丝提到病毒还没有完全被消灭 她要为拯救人类继续努力 代表这个据点还是一个伏笔呢 倒是有点耐人寻味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 那就先这样子咯 拜